欢迎各位收看新的一期Setsonline 科兴武器编试的视频 大家好 我是焦煌 那么咱这一次就要说到极次年神的篇章 那说起年神呢 现在年神都已经不再是以前那样的极次 然后全都是传奇武器 但是其实我个人认为吧 从诸神开始就没有所谓的年神这种说法 再加上诸神之后那一年就突然之间还出了个仲裁 仲裁是半年就出了 那仲裁你要说算年神吧 他肯定不是年神啊 然后再加上现在属神那样的又是传奇武器 然后又是科兴活动的 因此呢就总感觉后面再出那些什么传奇武器啊 什么年神那些就已经没有以前那种年神的味道了 咱就把之前那些需要极次的年神的全都给大家总结一遍 当然极次武器的话实际上是要包括迷赛艾特P的 第一把需要极次的年神是追悦连弩 那追悦连弩呢是虎年的年神 需要极其虎运天成这四个字 追悦其实性能方面大家都很清楚 他没有说很过于强的 只能说是一把很稳定的步枪 呃外加上很强击退 但是他的子弹呢有一定的飞行时间 就是当年对这东西的一个概念吧 当年的弹拐不像现在清一色打生化或者说少一部分是要打在变版 以前就是打那种团战啊打竞技啊然后会出什么娱乐模式啊大家都一块上去玩啊 团战竞技这个部分你再不可能跟那些子弹技时道的枪火拼 哪怕你就是跟一把杀鹰拼的话那杀鹰都很有可能把你灭掉 那现在的年神你要说打个团战啊打个什么的话呢 看情况吧游戏还蛮不错的 追悦相对一般但他压点非常不错 既然他这子弹要飞一会儿的话 一直往一个地方打子弹 你看着那大堆子弹你也不敢跑过去 同样的以前的神话和现在相比 大象蜻蜓 以前大家都是拿着机枪咱着手点或者说 拿了连鞠上去鞠一下僵尸 或许能把僵尸打死 但大部分时候都没办法把僵尸弄死的 随约他也没那个伤害 但他既然有这么强的机队能力 然后需要只能的飞行时间 自然就把他安排在管道里面 杀手点 确实会恶劲到人 但最终不会说守到多少时间的 该死还是得死 过了若干年之后就诞生了咱们现在手里面的J-EX 我忘了他是跟哪个年神一块上出的 好像鲨鱼的那个版本 还说是鲨鱼之后之前 忘记了 那么这J-EX呢 他的性能跟追悦相比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变的地方的话一个是伤害 另外一个是大家都知道他把击退砍了 然后加了一下定身算没什么卵用吧 更符合现在被应该说当年的那个版本 我看不懂 那我也不可能说把J-EX呢单独搁到一边去 毕竟原型是从志愿那块升级过来的武器嘛是吧 顺便给他做一个小科普 说起就是做评测时候呢 咱们经常会吐槽 N射在射击枪的时候 如果他是有原型武器的 那他肯定会偷懒 除非他想做完全不同的一把枪 追悦EX的情况就是偷懒 然而呢可能有些人会想 是不是追悦EX他是砍了击退值 加了定身效果 实际上他只加了定身效果 他没有砍击退值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 无论你用EX的版本还是用原版 打跳跃的奶爸第一次的落点 大家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第二次的落点的话一个却更远 一个是稍微近一些些 你可以认为加定身系数 相当于给僵尸加大了在平地的摩擦力 引伸到配件的部分 加定身配件确实会影响武器的平地击退效果 但是会加定身 以前给他科普过这个东西 只不过我记得是在一段粤语的实况还是哪来着 我当时确实加了字幕的 有兴趣的大家自己去找了 那说到第二把极刺年神就是加特林 加特林作为兔年的神器 他需要极其兔年吉祥这四个字才能获取 现在的加特林就风生水起了 加9之后打上2C 实际开始人权卡 直到那些离谱的不能再离谱的神器出来之后 加特林只能俯首生神 所以这么说吧 其实作为就是以前用加特林的人来说呢 会非常开心的看到 加9的加特林打到正常僵尸头上 居然还能打出一千多伤害 这个以前真的没办法想这种东西的 跟刚刚追悦一样 把加特林的特性给他总结一遍 加特林子弹密集 虽低伤害 但是高射速专门对僵尸头部进行火力压制 第三把极刺年神是龙年的黑龙炮 黑龙炮要极其龙鹤新春这四个字才能获取到 那这把武器呢 真的是 直接把整个弹拐的神话基调都给他改变了 在历史课或者政治课当中 经常会说到某一件事情的发生 会有他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 虽说黑龙炮是把弹拐直接冠上了卖有精英的名号 但是卖队友这样的现象是不可能避免得了的 就算弹拐不出黑龙炮这种那么离谱的神器吧 他依旧会出现这种卖队友的现象 包括像比如说我拿个什么加特林啊 在后面开个6然后直接把你弄死啊 甚至其实就算我不上去开个6 上去把他打死又怎么着 你看一下隔壁CF 正常的枪我依旧去卖你队友 为什么 让人有杀敌的能力之后 对分数的追求自然会让玩家去卖队友 然后呢追求高技术点啊 然后玩出各种花样啊之类的 所以说其实这根本是避免不了的 只不过呢 龙炮的出现是加速了这一点的出现 所以弹拐会变成卖武精英的根本原因呢 实际上还是人们对杀僵师的那种追求 而直接原因就是黑龙炮的出现 他的特性非常明显的 近距离大范围高威力 能后代换弹和自己的手相能配合 灵活 加上斧多bug的配合 直接超越了以前已有的所有武器的输出能力 包括以前的武器框架 加6之后的龙炮有远程输出能力 然后在栽变里面跟属神一样有双倍的破甲效果 其实所有爆破武器都会有那个双倍破甲效果的 好了最后呢就要说到电锯了 这一期呢就打算只做无把武器 下一期呢同样也是无把的极致连神 回到电锯的话题上吧 电锯它作为蛇连的连神 以前必须要集齐祥蛇献锐这四个字才能获取 电锯的特性 左剑拥有非常强的单体输入能力 能够把僵尸死死的站在原地 单打bot效果 右剑范围爆发能把僵尸拍飞 以前龙炮和电锯的争斗简直是无穷无尽 尤其是1415年 由这两把武器可以说主要的玩家群体所构成的进防体系 直接把整个游戏都带到一个翻路上 我一开始在铁巴的ID就叫做电锯教皇 那确实我13年代期间是很喜欢拿电锯的 直到整个进防的体系发展起来之后 我对这把武器一点感情都没有 我真的很不喜欢别人为了自己所谓的一些规矩快乐 然后限制别人的用枪 尤其我还在铁巴上做图文评测的时候 我很不喜欢别人回铁跟我说一句 我把这个枪建了就行了 我还上去理这个枪干嘛 明明呢 用可能有一部分的枪吧 能打出更高的分数 但是我就是不喜欢你这样上去 用龙炮和电锯以外的那些武器打出高分数 我觉得不爽 所以我就要提掉你 霸主之前就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的进防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 恩射会出这样破格的武器 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被玩家所逼的 因为普通的武器已经没办法再吸引玩家 那干脆就破罐破摔吧 唉 无论是游戏公司也好 还说是玩家也好 都是相互的会去影响这个游戏的发展的 不过咱们都会甩锅给策划是吧 继续甩锅吧 反正太习惯了 好了 那么这些视频呢 就给大家说 这里要喜欢这些视频的观众呢 记得三连加转发 有您的观众呢 可以收的一波 感谢各位的支持 咱们下一期 极次年神的夏片 再见